transparency 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仲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 新聞 螢鐵中心 PN还有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路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来让大家了解到 在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一些在制度上面法律 或是甚至在文化上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知道在节目当中谈到了非常多次 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大学所面临到的问题 其中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高校高等教育的退场 包括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谈到的永达或是高峰 甚至像亚太也最近也面临到这些问题 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背后的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于少子化所造成的 当然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发展 或是这个所谓的大学教育的发展 跟少子化它有一定的关系 可是当我们在面对少子化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够选择退场这一条路吗 或者是说当我们真的必须要去选择大学退场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有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面向是需要去关注的 那前一阵子这个在教育部也推出了 这个行政院提出了所谓 私立大专院校转型及退场条例 那包括立法委员也在立法院召开的这个相关的公听会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从这个条例开始谈来去谈 整个台湾高等教育它所面临到的少子化跟退场的问题 在节目当中更大邀请到的是高教工会 组织部主任林柏宜来跟他谈这个话题 柏宜你好 中强好 好我想先请教柏宜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个行政院提出的私立大专院校转型及退场条例的草案嘛 那算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表态 对于所谓的大学 私立大学退场的时候 怎么样的做法 怎么样的程序 因为在过去 不管是永达或是高峰 就面临到非常多的争议 而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有法可循 有一个规则 可做的一种一种一种方式 工会怎么去看这个草案的内容 坦白讲工会对于这个行政院提出来的 这个私立大专转退条例是感到非常的遗憾 因为过去四年多来工会不断表达 大专院校退场里面出现的各种问题 其实这个转退条例并没有有效的来进行改善 最主要第一点就是说 这些大专院校在退场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私生的权益会受到很大的受损 例如学生很可能会面临到教育品质大幅下降 学校为了要节省成本 删减老师把课开不足 甚至强逼学生转学的状况都会发生 这个是在还没有正式退场前就会出现 就会发生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正式退场以后呢 又会发生 学生被全数强制转学 老师全数失业 对 然后甚至可能没有任何安置跟辅导的状况 然后再者呢除此之外公会不断提出的就是 目前大专院校私立大专院校很多董事会 其实它在器语的是学校退场以后 其实董事会不用退场 董事会可以以转型改办的名义 继续掌握学校巨额的校产 因为我们知道大专院校其实它都是有广大的校定 然后也会有建议 所以尽管学校所谓的停办了 但是学校里面的资产呢 这些不动产还是非常的有价值的 那只要你允许这个董事会不解散 他随时只要透过改办其他的事业 例如说教育文化社服事业 他就可以貌似合法的继续掌握这十几亿 甚至数十亿过去由师生累积 政府补助累积而成的校产 那他对于整个社会的公平公益啊 还有对于教育资产回归公有这件事情 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在我们目前的转退条例 依然是允许董事会在学校停办后不用解散 可以有所谓改办其他事业的空间 简单来讲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 第一个是有关于人 人就是老师跟学生嘛 那第一个是所谓的一个财产嘛 就是说包括他的这个 包括老师学生可能是某种的资产的概念 或者是刚刚谈到的土地 或是房舍等等 第三个就是说好那退场之后要做什么 那既有的人员 特别是董事会 他们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从这几个部分一个一个来谈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财产的部分 就是其实在这个草案当中 我有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 就是所谓信托机制的这种所谓的引进 那在很多时候我们讲说信托 就是我们把这个财产去委由 这个第三者 公正的第三者 那我也不去处理 那这个别人也没有办法觊予 那这个信托通常会有一个机制 一个所谓公开透明 或是一种监督的机制去做 你怎么去看这个所谓信托机制 在这个草案当中所可能会扮演的角色 或者是他应该要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需要这种信托机制呢 在公会就是检视了这个版本之后 我们认为他引进的这个信托机制 其实反而只是一个障眼法 他现在的信托机制是怎么写的 他是说这个私立大作业校 假如呢就是发生了办学有状况以后 要被专案辅导 专案辅导的期间之后开始 就要把学校的不动产进行信托 所以信托通常是找金融单位 例如银行作为这个第三方 如果要进行学校校产的不动产买卖的时候 要经过这个第三方的同意 但是呢其实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个障眼法 是因为在现行的私立学校法 就根本没有这转带条例之前 现行的法令就规定 私立学校的不动产如果要进行买卖 处分甚至租用都要经过教育部的同意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只是在教育部同意之外 新设了一个所谓第三方 但是对于假如说这是一个不正买卖 本来教育部按理来讲就不可以同意了 那假如说这个是一个正当的 其实有没有多第三方根本没有 应该是说教育部 当这个所谓的信托机制的第三方设立之后 教育部的工人职责是什么 会不会因为这个信托机制出现的时候 反而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在这个法案当中 他有设定自己的角色 教育部的角色是什么 他没有多提及这件事情 但的确客观上会有一个这个倾向 就是说有第三方 那教育部的审查把关可以弱化 那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 就是让很多的官方会把很多的责任推给某个委员会 对 这委员会做的决定就不关我时了 有点这个味道 可想而知金融单位跟对于大专院校 到底怎么处分校长事宜是没有任何的在教育领域里面的知识的 主管机关可能还会稍微知道 什么样是还合乎教育品质怎样不是 所以他对于这个发展的结果表面上是新增机制 实际上可能是弱化管制 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市立学校 其实它背后可能是一个金融机构 或者是说现在可以看到中信也是某种的金融机构 但是也介入到这个大学的经营 这个不会有所谓的利益冲突的问题 或假设真的要去设立这个所谓第三方的时候 那有设定什么样的规则或什么样的条件吗 其实按照现行法例 它如果要做利益回避 是不可以由自己的董事会相关的金融单位来做这个角色 那就不是真实的第三方 那我们真正要强调的是 之所以说董事会法是说 其实私立学校的校场会不会易流到私人的口袋 一向就不是靠校场的变卖来进行 因为就我说在私立学校本来校场如果要进行变卖 本来要教育部核准 其实我是一个不校的董事会 我不会走这条路 因为他要打通的关卡比较多 我会用的方法例如说是引进我自己的人事来领人事费用 通常有甚至是炸铃的 跟我自己的集团进行采购 例如说买我们集团的电脑啦 这个宿舍啦 设备啦 用很高价的方式去买 那你等于合法的把校场的钱洗进了你自己的集团 或者说你把这个校场廉价的让我的集团来使用 免费的租借给他来使用校地啦 或者说是这个甚至董事会的席次 跟其他集团进行买卖 我用一个开一个私下的价格说 多少钱你就可以入住我的董事会 这些种种的方法都可以让董事会 虽然是非营利法人的不可以执行的董事会 可以在这种方式里面获取利益 这是过去私立大学校已经长年在进行的状况了 所以政府要真的应该是要想办法来调查这些弊案 这些不当的作为加强管制力道 不是说在一个本来就不是最主要会出问题的地方 例如买卖校地这种东西 因为本来他就有把关机制了 你再假装说进行信托 因为政府现在的说法都说 我既然已经有叫私立大专业校信托了 代表说校场不用担心了 不会有掏空的问题了 但是他事前在还没有信托之前 可能就出现你刚刚谈的零零种种的这种各式样的事 信托之后那些问题都还是存在 因为我刚才讲这些问题他不用经过校场的处分 他是透过使用利用学校这个地方 然后藉由高价或者说免费的提供 来让董事会相关的集团获取利益 也就是说从工会的角度会觉得 这样的一个信托其实本身是没有必要 第一个他没有办法解决原来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要解决的问题 应该是在于所谓的信托之前 或者是在他真正要去面临到所谓的信托 或是要退场之前 各式各样的这些所谓的查核 这些所谓的各种规避既有法律的做法 应该要先把它调查清楚 对然后甚至包括信托后 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些其他的事项 他跟校场的处分无关 他是校场如何使用的问题 所以信托只是会对于油管制产生一个表象而已 校场如何使用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相关的转型条例 或者是包括永达的这个例子 就是好那大学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它是一个现实嘛 对不对 那当然工会会提出说 那我们再提到生思比啊 或者整个教育经费这个分配 也许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但是不能否认 他可能还是有些学校必须面临到退场 那但是有人就觉得说 或是在案子里面提出来说 那我们就转成社福机构嘛 我们再转成其他的法人机构嘛 他还是具有某种的公益性质 公共性质 这样子不好吗 工会必须要强调 就是说大学假如说退场以后 这个广大的校地校产要如何使用 我觉得是可以公共讨论 但是绝对不会是既有的这个学校的董事会 自己来做决定 为什么 因为其实学校董事会不是学校的所有权能 它跟公司不同 它是学校的这个创办者 委托你来替我监督我的学校 有没有正常的音乐 只是这个样子的角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监督的角色 它不是所有权能 它跟私人产业是不同的 所以你的这个学校 这程序目的是办学嘛 董事会有义务要来监督 学校有没有正常办学 假如学校无法继续办学了 例如找不到生了各种原因 董事会其实按理来讲 正常就应该要解散 如果你的学校经过大家的讨论 社会的讨论 要改成做别的事业的时候呢 董事会也应该要改组 那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 工部门的角色就应该要进来 因为你假如要改办 其他的公益事业 其实也不是既有这些董事会 它有能力来做监督的啦 一个本来是做教育法的 你监督 我没有比较批评的话 你都监督到学校办不下去了 你要继续来监督说 去办社福单位 学生照顾完了 出了问题 你现在来照顾老人 那又会产生更多新的问题 所以正常的做法应该是说 如果办学目的无法继续维系 那么董事会应该解散 解散要怎么办呢 政府的角色要进来 因为校长跟校地还在 他应该要接管这个董事会 就是所谓解散 然后派驻公益董事进入 然后来评估这个学校 能不能继续办下去 如果可以 其实学校起死回生 未必是坏事 也许是之前董事会 人谋不张 或者说能力不足 假如说真的客观看 没有办法 那么这个学校要怎么进入法 是说跟其他学校合并呢 或者真的是要清算 把学校作为其他的教育使用 这个东西政府可以来做通谈的规划 也就是说 你的意思是说 董事会本来的存在 并不是属于我私人的东西 我派住我的人 然后拥有股权 就像私人公司一样 不是这个概念 而是他要去监督一个所谓的法人 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法人的运作 那当这个运作的目的消失之后 这一个监督的机制 其实就应该要去退场 那至于怎么做 就是例如说刚刚谈到的公益董事 或是所谓的社会讨论 或是教育部介入 可是说实在的 假设这个官场的 这个学校退场的学校一多 那有这么多的公益董事 有这么多的 这个所谓政府的行政资源 有办法去做这种规划吗 那为什么不把它转给另外一个台湾 那如果真的是由政府来做规划 或是这些所谓的行政的 这种所谓公益法人去做规划 它应该有什么样的评估的标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会再回来谈这个问题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远载报新闻 香港立法会14号三读通过 备受争议的一地两检条例草案 未来中国海关将在香港境内 设立内地口岸区执行中国法律 民主派议员批评 这是中国变相在香港执法 违反基本法的一国两制精神 反对人士也在立法会外发起示威 草案在13号二读时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限制泛民主派议员发言 另外还有五名泛民派议员被强行驱离 引起泛民正义抗议 14号进行三读 在亲中派的护航下 以40票赞成、20票反对及1票弃权草案通过 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 一地两检赋予中国官员更多执法权 未来难保不会扩权到车站以外的领域 民众害怕无意间触犯不懂得中国法令 因此被强行扣进中国 没有香港法院可以辅助 因为该区已经被视为是中国的一部分 前手球国手陈静凯被控装盲诈保案 高雄高分院判刑一年两个月定验 虽然得一颗法金 但陈静凯已将522万保险理赔用于治疗 律师团也质疑执行程序问题 一路协助陈静凯的视障律师李秉宏指出 目前台湾监狱环境对视障者并不友善 而且案件存有太多疑议 才会在刑事部分提出再审 在民事上诉三审 高雄地检署原定14号发监执行 但律师团申请暂缓 加上还有民事诉讼审理中 检方准与暂缓执行 劳动部14号再度审查七休一放宽申请 包含新闻出版、电视、屠宰等10种行业 全国传播媒体产业公会指出 原本媒体验资方只要求 跟随元首出访和奥运出差放宽七休一 但主管机关、文化部和NCC却想扩大到 只要出国执行职务都能适用 同时批评劳动部的四道把关 已沦为快速通关 东森电视公会理事长廖祈光表示 前几天川京会至少有3000个媒体挤爆新加坡 台湾各媒体多指派出一组人马 每日都要工作超过12小时 且很多都没有加班费 资房应该先将人力补齐 全传媒理事廖汉俊指出 本次会议没有邀请公会代表 公会无法接受 劳动部则回应 公会团体表达的意见都会在咨询会议上讨论 如果认为有必要放宽七休一 会依法预告 且如果最后放宽 七也还是要经过劳资会议同意才能实施 欢迎再次回到灿灾时光辉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翔今天在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高教工会的组织部主任林博宜 我们在刚刚上一段的节目 当时就有谈到这个教育部所推 行政院所推出的这个所谓的退涨条例 当我们从刚刚特别是花了比较多时间 在信托在财产的部分来做讨论 那当然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 即使工会提出了这种所谓的私生比的调整 或者是整个教育资源的分配 那的确这个少子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学校 他其实可能也有心无力再继续办学 势必会有一些学校 或甚至有更多的学校他会退场 那退场之前做什么之后要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刚刚也提到的一个做法就是 现有的这个所谓的私校董事会 工会认为他应该要解散 因为原本的这种所谓的监督的目的 这个对象已经消失了 那么假设他要退场 这个董事会要重新的解散 可是好了即使是解散之后 他可能会面临到一个新的问题 是谁介入 是公益董事吗 或是大学的这个所谓的教育部 的这个所谓直接接管 但是这些人真的有办法知道 决定这些学校未来该怎么办 怎么走吗 博弈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所以其实我们工会有朝你也是 这个对于转退条例的工会版的对案 我们提出的是说既有的私教董事会 要解散之后呢 除了有公益董事的进驻 也应该要有既有的教职原生的代表 要在这个董事会里面 那根据我们看到的现在几间 学校退场的状况 你只要是让这个既有的这个相关的师生 因为其实他们很在意学校未来会怎么发展 举例来说现在的亚太 他们很常在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假如现在学校退场了 变成宜胜保全公司的私残 以后我的母校就变成是保全公司了 那他们很不希望这样 他们甚至是希望说学校能继续办 甚至他说捐给国立大学也很好 那对我来讲我的学校就永远是一个 我可以回来的校弟 那我觉得说 所以除了刚刚谈到财产 还有一种在情感上 情感上面 这个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就是说一个经营三四十年的学校 你把它变成私残 那这个是在国家的整个运作上面 是很有问题的 那第二个我们才会提说 现实来看 你政府如果你都觉得不容易做好的事情 你交给一个把学校半导的董事会自己来做 他一定做得更不好 以永达为例好了 已经退场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他的改善计划提了好几次 都被教育部驳回 他说他要改成所谓台一天赏村 改成这个什么社福机构 原住民训练区 诸如此类各种假的明目 是不是反映说教育部很严格把关 他有在把关 但我们要知道 这个永达本来累积十几一的校团 在这三年间 居然就已经每年减少超过一亿元 跑去哪 有的是他明目就叫行政管理费用 因为就是我们说私生虽然都已经退场 不办学 行政团队还在 所以每年还有一亿多了 对 每年对 有的可能是校产的折旧可能也有 但是的确也有人事费用 或者他各种计划的费用 那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浪费啊 本来十几亿那个钱是政府补助 然后私生累积起来的钱 你现在把它就浪费在这边 坦白讲当年如果停办的时候 直接就送给屏东 科技大学都还比较好 对 那这个 对于这个整个活化 只要这个 有学校可以有第二校区 其实是马上可以进行 其实也许他不定是要把这个 这个私产校场转移而是变成是 捐赠给公立大学或其他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就整并也是一种方法 对 其实在教育 因为其实 学生也会有一个地方可以 甚至他可以至少计班 可以把他的学业给完成 那当然工会其实也很强调啦 我们不应该是在 还有学生的时候来做停办 应该是说 学生全数都已经毕业了 你才能够做停办 对 那对于学校来讲 他就可以有缓冲期 例如说 现在先进来的学生 我们开始停招 那因为到学生毕业还有三年 甚至四年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期间里面 学校慢慢转移到 可以朝向停办的地方 当然也有可能 起始回生 继续重新办学也不错 但是不应该是像永达 当时的案例是无预警的 对 暑假 学生本来都以为下学期 都已经选好课了 忽然 看电视才知道我的学校倒了 然后学校召开一个说明会 强制你转学 老师全速实业 对于他们的冲击非常的大 所以我说工部门面对这种重大公共利益的事情的时候 他介入是必要 而且其实他的介入才有效率 因为是全台湾整体的事情 怎么规划 其实你要有一个总体性的规划 然后甚至可能要有支援的意图 你才有办法自己做得好 那表象上说 推给你自己来决定怎么转型 目前的经验都没有任何的好的案例出现 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转退条例 事实上可能会涉及到四个部分 包括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整个财产 怎么去处理 以及刚刚谈到转型之后怎么去走 那个衔接的机制是什么 那当然更重要就是在于人 这部分 人当然就包括老师 包括学生 在这个所谓的市立大学 大专院校转型及退场条例当中 有怎么样去规范 或者怎么样去协助老师 在这个所谓的 当这个学校消失之后 他怎么样去转业这件事情 或者其他工作 因为我们其实在工库做的 这个消失的永达师 那个专辑当中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老师 或绝大多数的老师 在永达消失之后 他们其实就不在这个教职当中了 那但是他其实是整个学校 整个国家 长期以来培育的人才 那他怎么办呢 就是特别是当他面临到中年失业 另外一部分就是 学生的部分 有什么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吗 他们俩很遗憾 我觉得转退条例在这部分 只有一些很表象的 被学者称作为 训事规定 他说你政府要去办一些 协助这些老师 转业的这些课程 然后或者协助他媒合 他们有提出具体的 政府是指教育部 对 但他们有提出具体的资源 也没有提出具体的 这个借聘的方式 因为就如我们讲 这些学校的老师 其实他都还是很有教学能力的 他在这些学校面对的 这些学生 其实通常可能是一些比较弱势 学术能力比较弱 其实这些学生 他就是转学以后 他们是更需要有老师继续托导他们 但目前的转退条例呢 并没有真的确保 这些要退场学校的老师的工作权 那我们认为这是非常的 让人力资源错置的 你明明有学生需要更多的老师 然后也有老师可以教 你政府却不提出资源 让他可以进行进步的扩大 不论说对教师对学生都好 而且其实你只要把这个回归到说校场 刚才讲说永达都还有私益 你让这个校场能够继续使用来聘雇这些老师 然后把他派到你说不同的学校去进行教书 资源上也是没有问题 这个校场是足以可以继续来 支应这个使用 他现在问题是说 所谓的转退条例也有老师批评 是学校转型 资深退场 所以这个董事会还是继续传续 资深out 离开 那变成资源继续掌握在这个董事会上面 那这个是转退条例 目前并没有具体来处理教师工作权的部分 学生的受教权其实也是 虽然它很形式性说 不可以强迫学生转学 在这个退场的过程间 你还没有停办前是不可以强迫学生转学的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具体的案例 像亚太 他就还是去做强迫学生转型 因为他觉得不赚钱了嘛 我赶快把师生清空 对我来讲转型才是真的赚钱 目前为止 这个转退条例对于这种不当的守法的学校 也没有进行裁罚 然后也没有强化要接管他的机制 反而都是说做一种道德性的呼吁 你不可以强迫学生转型 你要保障学生受教权 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做法 所以像工会提出的方案里面是我们要求说 第一个是说如果师生有受教权 和工作权受损了 工部门就应该要接管 再来是说如果受到任何损害都应该要补偿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马上就更具体的来看 我想有个观念要先跟大家提到 就是我们其实在过去在做永达 消失永达师 甚至一些巡回的讲座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得到一种回应 就是这些比较后端的学校 就是老师也没有很厉害啊 然后学生也是不认真啊 所以消失就消失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 就是不管是前段后段 或者是公立跟私立的老师 我自己在公立里 在私立大学教过 我真的觉得私立大学老师是更辛苦的 因为他得到的资源是相对比较少 所以他投入是更多 我觉得这个观念可能要先 先稍微做一些这个所谓的理清跟调整 可是回到一个现实的问题 即使这些老师再优秀再有能力 可是你今天教育部要怎么样 去把这个老师去做辅导 或是所谓的转移到别的学校 会不会是在实务上面的困难 例如说我今天这个学校 我为什么要去接纳这些老师 OK 就是那你还不是一样 要经过一个三期三成的聘认的过程吗 那我就是不想要这些老师 不行吗 那我自己的所谓的人士的成本就很高 或是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需求 那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要强调 这个其实 首先这些要退场的学校 不是所谓的简单说的烂学校烂老师 通常我们看到了 现在招生困难的学校 第一个要件 它是乡村型的学校 他不在都会 那因为学生喜欢进入到都会 随着时代 他喜欢进入到都会 乡村凋零 所以这些学校不一定办得不好 过去三十年前 他可能都是当地最好的工专 所以老师也是有很好的教学能力 第二个说 这些老师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转到其他学校任教 其实是政府的责任的问题 我们以中小学为例好了 中小学的这些偏远地区 也有发生所谓的老师 这个学校官校的问题 政府会做所谓的借聘 他会把这些偏远地区的学校老师 借聘到其他的学校 因为其实这个学校更多的老师 是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品质 降低他的生殖比 对学校不是坏事 那当然在目前大中学校 他会有一种说法是说 你这样要来我不一定要收你 所以我觉得政府是要提出合理的资源 例如说 学校如果接受这些老师进来 政府应该要给予他相关的补助 这个补助的来源 其实来自于既有学校的校产就够了 那些所谓倒闭的学校 你只要把校产能够回归到教育使用 绰绰有余可以来支付这些老师的薪资 甚至学生的补助都没有问题 那当然我们要避免说 接了这些老师的学校 是不是就利用这些有政府补助的老师 他就不聘薪的老师 所以政府也可以要求 这些接老师的学校 他的声势比要降得更低 等于一手给你补助 让你聘这些人 所以是一个资源提供 对 给你资源 但是我也要求你要再提升 到更好的地步 我相信 在中小学里面做得到 借聘的动作 在大学里面不是不可能 问题还是大政府有没有要怎么做的问题 那回到学生这个部分来谈 就是在学生 刚刚谈到一个理想的状况 就是好 所有的学生毕业之后 我们就再来去办 这个所谓的转型 那当然就不会有所谓 学生的受教权的问题 因为他已经毕业 可是在现实的状况是 比如说亚太历史 很多学校也发生过 类似的状况就是 我是想办法让你逼退 我会用道德劝说的方法 就请你去走 或者是我干脆这个信就先消失了 那你没有信你可能自然而然就转学 那这些这怎么办 这也不是一个办完之后 结束之后再走 那事前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们工会提出一个呼吁 就是说 对于这些面临可能要退场的学校 其实它发生了很多私生权益会受损 简单说啦 我开始做赚钱生意的时候 我还可以好一点 赔本生意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科扣工资 侵犯消费者卖黑心商品 这个时候政府就一定要介入 所以你不能说是 辅导的时候你只是很行事性的 你辅导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要派出公益董事 像工会的主张是 专门辅导期间 就应该有三分之一是公益董事 以及要有私生董事 要能够进入到董事会 就是说在退场之前 之前就要 对你才能够控制说 他不会用这种牟利的手段 来侵害私生的权益 因为在那个阶段坦白讲 董事会如果是为了牟利 他跟私生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董事会要的就是 你们赶快离开 我才能转型 那私生是 学校要能继续留存 我才有工作以及才能念书 这个时候 政府的部门一定要进入 进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就应该要早一点准备 可是说实在 现在在提出这个转退条例 不会太晚 坦白讲 晚跟早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教育部的角色 因为尽管没有这个转退条例 其实教育部现在使用私立学校法 用第25条就可以对不正办学 违反捐助当成的 违反教育法令的私立学校 进行解散董事会 改派公益董事 过去在2000年初的时候 包括景文 或者华夏 或者台关 包括亚太 当初是清明基督学院 都是被接管的学校 坦白讲 当年的违反教育法令程度 都没有现在强烈 都是一些小型的舞弊 当然也有大的 但现在是大规模侵犯私生权益的状况 教育部却是不闻不问 所以我觉得问题 不只是法令的问题 是我们政府对于私立学校里面 因为私生权益 他到底看待到什么地步的问题 他现在的角色是比较清净 董事会一边 好像真的把你当所有权人 来维护你的私有财产 所以你如果办不好 好 那你就不要办了 但是你不要办以后 你还是可以拥有这个校场 去做转型 那这种模式是完全对立私生的利益 我想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法令的问题 而是一个基本的态度的问题 作为教育部 作为一个教育的主管机关 你到底要把台湾的教育 往哪个方向去带 在这个带的过程当中 相关的私生权益 有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 这些原本的 这个属于公共的私产 就是所谓的校产 它是某种程度的公共资产 有没有回到一个公共使用 都是一个非常值得 我们再继续关注的这样的议题 今天非常谢谢博怡 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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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